順利煙火火光四射 跨年最受矚目的焦點之一 不過要挑個好位置 觀賞煙火也是一大學問 站在斜坡上 這裡是四四南村 是不少人觀賞台北一林煙火的最佳地點之一 不過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這裡位於順風處 可能拍攝出來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手機準備就緒按下快門 不少人等著在斜坡上和一林一合照 不過三十一號當天 全台吹東北風或北風 就怕跨年當晚受到煙霧影響 煙火根本拍不到 想看煙火要避開下風處 新北市淡水吹東北風 十三行博物館就位在煙霧飄散區 桃園的高鐵南路和青浦路也要注意 新竹的北風會從大雅路吹往武林路的方向 臺中立寶 月梅東路和安梅路是飄散區 建湖山的度假飯店可能會視線不佳 高雄今年有兩場跨年活動 民眾相當期待 不過要注意高雄夢時代受到東北風影響 煙霧飄至凱旋中學輕軌站 高雄一大國際高中和一手大學也位在飄散區 花蓮吹東北風 煙霧吹往和平路方向 想感受跨年的熱鬧氣氛 但又怕強風來搗亂 想看煙火 民眾要做好功課 別因此撲了空 華視新聞 彭冠霖 周若萍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鎖定華視新聞